今天讓大家介紹一下 好,這個階段我們要先談它的所謂的估價作業流程 剛才有提到建物師或工程顧問公司就已經進來了 那他所謂一般的作業流程 這時候建務師就會去所謂的專案的調查評估 那會繼續做初步設計的這些圖縮 那我們講我們工程講的圖縮就是設計圖跟一些縮 就是指一些規範等等 還有他編理各種也許需要一些計畫 他所謂的計畫他指的是勞安計畫、勞務計畫 勞務計畫就是像我們營建管理這種事情都叫勞務 那他可能還有其他的勞務 剛要進度表 剛要進度表就曾老師談的那個類似比較summary level 比較高階層這樣 因為這時候還沒有到那個細部 各種計畫的編理 最後會編制一個初步成果報告 其實整個初步設計階段大概是這樣子 他基本上這個階段其實建務師一直在尋找 他當然會根據他的創意 他對於這個業主的需求 他會根據他的創意 提了可能兩、三個方案 有時候要看業主想要幾個方案 不過他也不會提很多 很多,為什麼? 因為他每多做一個方案 其實都是要成本 都是要成本 所以也許三個 那這些三個方案 他基本上可能主要是把他自己的很多理念進來 那當然他前提是有業主的需求 然後這時候他會把他一些很… 就是他所有他們在建務系所學的一些造型等等 直接拉進來 那根據這三個方案 然後他可能就做一個presentation給業主 或經過很多討論 那最後一般來講 這時候最後的機關的或者案子 真正的所謂的負責人 負責人不是指工程執行人 可能未來使用單位的這個負責人 他必須要去聽 然後最後他會選擇一個方案 這是理想的狀況 理想狀況是這樣 然後這個階段就選擇一個方案了 然後繼續到下一個階段 可是在實際上這個地方有時候很麻煩 我所碰到的案子都有時候要看那個決策者他的想法 有些決策者他考慮了很多以後 他一做決定他就是做決定了 他也不會再改 那他會強迫他自己不再改 那可是我們碰到很多業主 就是他其實這某方面也可以理解 他做了決定以後 兩、三天或三、四天一個禮拜 那建物師繼續往下設計的時候 他突然想到哪一個可能會比較好 可能他說你可不可以再弄怎樣 這樣的方式 所以在這個初步設計階段 我們常常那個工作是一直循環 那有時候這個就要很小心 就是說我們碰到很多例子 建物師的耐心會被磨掉 他的耐心會被磨掉 磨掉之後很麻煩了 磨掉之後的有一些後遺症 就是說因為他 因為建物師我們未來會去談所謂 建物師也是一種勞務 他的產品其實是在我們國內 我們一般都是用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你比如說一百萬 未來我們會再談 比如說一百萬 他的設計費 我們用很簡單 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 對不對 好,四,百分之四 他的設計費四萬 這個所謂的一百萬 是指施工 營造工程那個施工的費用 就發包給營造工程那個費用 聽得懂嗎? 這個施工費 假設未來他設計一個案子 也給營造廠一百萬去做 一百萬去施作 建物師未來他的設計費用 是那一百萬的百分之四 這只是簡化 當然就是這樣的算法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是依據最後設計的成果 然後發包給這個營造廠去做 那一個金額 這樣理解完一百萬 那來了 那所以他當中一直設計 重複設計一次、兩次、三次 每多一次到最後設計完都是一百萬 他每多一次設計 對不對? 這些會假設都是一百萬 那他每多一次設計都會花錢 對不對? 花錢因為他的工程師、他的設計師都是錢 對不對? 可是這個百分之四會不會變? 是不會變 是不會變 所以一般建物師你給他磨幾 他們大概都習慣可以磨個兩、三次 應該沒有問題 你磨個三、四次 他大概失去耐心 失去耐心後遺症就要很小心 就是說他後面很多工作 可能會比較輕忽一點 輕忽一點 就是說他不願意再花太多的 當初已經做到這裡 你又要叫我改 全部改 他有一些東西就不太願意改 或者他跟你說他有改 可是實質上他沒有改 這個沒有改的後遺症是怎麼樣? 因為你會帶到施工階段 當初萬一是這個階段、設計階段 這有一些錯誤的 帶到施工階段 那就會造成業主跟營造廠的一些爭議 這樣理解嗎? 這個是初步設計階段的概況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階段 監獄師其實在他剛才在談不一樣的方案的時候 其實他在談不一樣的方案的時候 他每一個方案背後都會配著一個 這個方案大概是多少錢? 那一個方案大概是多少錢? 那一個方案多少錢? 因為這樣其實業主要需要知道 他常常做決策 這個很漂亮啊 當然他喜歡 可是要多少錢? 那這時候他就會做 我們想要談的就是這部分的估算是怎麼樣去做 那實務上一般來講 他還是用單價分析法 我們現在看到實務上 他還是用單價分析法 就是說我們這個是要幾平 或者幾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或一平是多少錢? 那我們現在這個方案的面積 總流地板面積是多少? 另外一個方案總流地板面積多少? 實務上我們看到的都是這個 所謂的什麼? 單價法 有一些建築師他願意多花一點時間 他可能就會去像我們上一次談 那個工程會那種做法 有沒有? 就把一個案子 把那個直接成本切得比較細一點 大地工程也有機裝 他就稍微花一點時間去設計 去計算 不過這個都 如果在各種方案的評估的時候 建築師一般 即使往那個方向 他可能也都是大象而已 大象 那這個部分 這個流程我們MDL 國家難民研究實驗室 這個流程其實跟那個一般的流程 並沒有特別的差異 大概是這樣類似的意思 不過我們在這個階段 這個完成法定預算的意思 就是說經過這個政府去確認 經過立法院去確認的意思 好,那四個方法 一個叫百分比法 第二個叫主向基礎法 第三個叫因素估價法 第四個叫做 不一樣的教科書講不一樣方法 不一樣的名稱 不過內容是一樣 有人講PED 有人講平均單價法 還有一個叫加權平均法 都有人講 好,那一樣 我們跟過去一樣 我們都是用過去的B工程 來推估這個A工程 可以嗎? 好,那第一個我們看這個百分比法 那這裡有一些說明 我想我們看例子可能會比較清楚 好,那用台北市某辦公大樓 過去這稱這個辦公大樓工程叫做B工程 來推估這個MDL MDL這個A工程 好,那這個百分比法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是B工程 B工程過去的B工程過去的總表 那我們等一下我說我們再談 這是我們在台灣公共工程的土建工程 激電工程大概的格式大概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會下一節或下一節我們會談一下 基本上我們有總表、詳細表、單價分析表 還記得嗎? 那如果沒有上過就是總表、詳細表、單價分析表 這個就是總表 那總表之外有人就是說 還有上面還有一張表叫什麼? 總價 總價就是這個價錢 這個是真的總價 你在正式這個公共工程招標的時候 他會要你有一張那個叫做 那張表叫什麼名稱? 就是你這個案子你要去投標的時候 他會要你簽那個用中文字、大寫 而且要什麼負責人的章、公司的章、總價 因為這個會有一個狀況 實務上常常發生一個狀況 你算了老半天在那裡算老半天 老半天最後這個價錢跟你上面那一張是不一樣的 還滿常見的 那以什麼為準? 我們都會以那一張中文字那一個為準 這樣理解嗎? 那實務上這個 所以我們實務上是看那一張 不過基本上就是滿常見 可是我的經驗上 我自己碰過的工程 我是沒有見到說 最後這個價錢會跟上面那個價錢不一樣 不過常常會聽到 為什麼那一張價錢? 因為實務上常常發生 所以人家就會用那一張 好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總表去計算 那總表後面詳細表 那我們先我們就根據這個總表就是大象的意思 那這個上面以前我們也提過說這個上面叫做直接工程費用 12345678對不對 那假設這個工程 這一個B工程當初是分假設工程、基礎工程、結構體工程、裝修、門窗、雜巷、景觀 這七個大象 這七個大象 那後面下面就是叫間接工程 間接成本 這個叫直接成本 後面下面叫間接成本 那我們在台灣的做法 就是這些間接成本怎麼算呢? 間接成本它這裡當然只有寫利潤及管理費 可是其實我們有一些案子還包括勞安費用對不對? 品管費用等等 或者有一些套圖費用 通通都是在介面管理費用 一大堆這些間接成本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把這些直接成本全部加起來 直接成本全部加起來再去乘以 比如說這個利潤及管理費8% 這個8%是指直接成本加起來乘以8%的意思 還記得嗎? 那每一個間接成本的費用都是這樣類似 如果它百分比它就是這樣算 有沒有人不懂? 那有一些比如說保險費也是間接成本 有時候我們保險費我們實務上 我們看到很多情況 我們直接是會看看這個工程應該是多少 叫營造綜合保險它應該多少 我們不一定用百分比 我們就看這個案子 我們覺得是應該多少錢? 我們就是去編多少錢 那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這個稅捐5% 我們國內這個tax都是百分比 它是直接成本加間接成本 全部加起來乘以5%這個稅是這樣 對不對?還有印象嗎? 你上完這個成本 你這一張這個觀念一定要會 等於我們後面還會再複習一次 好 那所謂總成本就是把直接成本 間接成本加上最後的稅 這個稅是指直接成本加間接成本 加起來乘以5% 是加多一個稅 這樣OK嗎? 好 那即使我們營造 我們台灣其他國外不曉得沒有 你有聽過印花稅嗎? 我們工程還有一個稅叫印花稅 印花稅就是營造廠它今天承攬工程的話 他政府特別抽一個稅 好像不知道千分之五還是千分之多少 那營造廠 這不在我們這個邊的預算內 營造廠他拿到這個案子 拿到案子以後 他拿到案子以後他要去買這個 可能是稅捐處還哪裡去買那個印花 類似郵票這樣 下次你哪一天看到你們做你們的學籍計畫的時候 其實可以跟對方說你們印花稅貼在哪裡? 看一下 那是營造廠要去繳 我們一般業主沒有編在這裡面 這樣理解嗎? 那可是有一些我也看過一些合約 印花稅他好像有一些業主他會去幫營造廠 這個甲乙各負一半還是什麼? 還是甲方負甲方的乙方負乙方的什麼之類的 他還有一些幫廠商考慮到這個 那不過一般如果沒有講 一般應該都是乙方要去付這筆錢 好 那這個是過去的 這是做完了 那他的百分比法的意思是怎樣? 那這個是單位數量 因為這是總表對不對? 所以都是一式 就是一個lamsum 一式 我們叫一式 一式英文叫什麼? 有啊 有嗎? 英文也有一式啊 一式 不知道? 沒有一式 這個單位 一式 我為什麼要特別想? 因為一式在實務上 你只要看到一式你就要小心 那一式是什麼意思? 一式就很容易出現一些爭議 比如勞安費用一式 勞安費用一式 他一式 一般勞安費用他不會再切到詳細表對不對? 可是勞安費用一式 我說一式為什麼實務上常常發生一些爭議? 今天你在現場看到現場 這個施工這個旁邊那個圍裡沒有做 那廠商你希望 比如說你在交代 我們看到 銀散署看到這個學校工程 你看圍裡沒有做 學生經過都很麻煩的對不對? 很危險對不對? 有一些地方沒有做 那你就跟銀散署長說 你要做 那銀散署長想說 這個在合約上 我們其他部分有做 我們這個不需要做 學生不會怎樣 也不會經過這裡 那就不要做 他說那你說合約上有寫嗎? 你在合約上也不會寫到那 因為一式的意思是說很難量化 對不對? 你把所有的東西哪裡都要 他就所以一式就是 就是通通在內就算一式 對不對? 那這時候廠商他可能不做 對不對? 你一樣要他做 他說他不做你怎麼辦? 他不做 在實務上這種現象在實務上 所以一般來施工階段 你如果到現場我們所有工地 你到現場工地大家都愁眉苦臉 為什麼? 每天都在吵架 現場每天都在吵架 只是大吵小吵 這個就是吵架 我叫你做你不做 那怎麼辦? 你說要不然你解約 開玩笑 解約沒有那麼容易的 你要解約拿法院件 一法院一打完一年兩年對不對? 兩年還不一定是你贏 對不對? 這樣理解嗎? 所以現場就因為這種工程有時候 當然就是說協調就很重要 在實務上你只要看到那個 骨架的時候看到一式 你就要小心那個裡面到底內容是什麼?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為什麼一式? 因為總表我們還有詳細表 這是拉來上面它單位我們叫一式 然後數量當然是一對不對? 一式這個總表 那單價一般來單價就是這一項的單價 那負價的意思 這負價就是單價乘以數量叫負價 對不對? 那在這裡因為數量是一 單價跟負價就會一樣 對不對? 都乘以一嘛 好 那這一個用百分比法的意思說 我們假設過去這樣的比例 什麼叫比例呢? 這一個負 這一個它現在只看直接工程的費用 這個百分比法一般只看直接工程的費用 這個347213400多萬 這個是直接成本的費用全部加起來的 總直接成本 可以嗎? 這一個每一項假設工程 佔這個總直接成本的百分之 這應該是45入的 這百分之5 這個是第二基礎工程佔百分之12 結構體佔百分之50 這全部加起來就會百分之百對不對? 這樣OK嗎? 這個是OK 那這一個是百分比法 那假設百分比法的意思說 假設這樣的比例 這是過去B工程的比例 我們在看A工程的時候 我們會預測A工程 我們假設這個比例因為兩個案子類似 我們認為這個比例應該是一樣的 這樣理解嗎? 我們就把這個比例 過去B工程的比例全部搬過來 這搬過來 那今天我們假設只要針對一項 比如說結構體工程 我們只要針對一項去估算 去花一點時間去估算 假設我們算得出來 比如說它是10800多萬 它算得出來這個是A工程 算得出來其他的這些直接工程費用 就是交叉相乘有沒有 交叉相乘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這一項 假設工程費用 這個意思是說 假設工程費用這個X對不對? X比上108367240等於0.05比上0.5對不對? 這OK嗎? 交叉相乘 好 那每一項因為有這一項結構體工程 就交叉相乘 所以這個結構這個直接工程費用 這其他的費用我們都算得出來對不對? 算得出來以後那間接費 假設這是百分比 就其他的直接成本乘以8% 就是這個利率 利潤級管理費對不對? 那其他這個直接成本加間接成本 就是加上這個加起來 這個紙234068962 這是直接加間接的錢對不對? 再乘以5%就是這個稅 這樣理解嗎? 然後再把直接間接稅加起來就是總成本 這就是百分比法 他就利用過去這個比例 這百分比大家可以接受 那當然你說那結構體我們要花時間算 所以我說估算的過程 你是一個就是即使只要你認為邏輯 那當然你有時間 你可能花多花一點時間去算 為什麼大家會希望用結構體工程? 因為他佔的比例比較大 一般來講一棟建築 他的結構體可能變化沒有 就是某一個比如說一個住宅工程 一個公寓 他的結構體他的變化可能沒有 佔的比例變化沒有那麼大 可是其他的 像他的假設基礎門窗雜項 他可能會跟著變化會比較大 可能變化 所以而且他佔的比例也比較高 所以大家會建議用 是你在挑一項算的時候 盡量可以算這個比例比較高 這個結構體工程 那來了 那如果你今天因為在初步設計階段而已 我們想說我們今天我們不要花那麼多時間 算那麼細 你也可以就是說 結構體工程 你假設你過去歷史資料整理的還不錯 你可以其中每一個工程都有結構體工程 對不對? 然後也有平數 你如果用單位面積法 單位面積法 單價法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這個過去平均每一坪 多少結構體多少錢 你不要看去總 你也可以針對紙 針對結構體工程那一項的單價去 然後看這個案子是幾坪 去預估啊 對不對? 這樣理解嗎? 所以你 所以意思說他有提供很多你這種估算 就是你有自己的邏輯 你有自己的邏輯 來預測你也可以很快找到這個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去算這個 老實說在這個初步設計階段 也不見得是可行或者比較準 這樣理解嗎? 好 這個是百分比法 那他預測出來的 他當初算出來是兩億四千六百九十四萬 那跟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是兩億四千五百多萬 其實是 這個是我們預估的 這個兩億四千五百多萬 是預估這個兩億四千六百多萬 是建募師當初實際上所預估的 那他的差異比 那你必須要去問說 他建募師當初是怎麼 他預估是多少錢 對不對? 那而且可能不是只有數據而已 你要看他是怎麼算的 就是問一下他是怎麼算的 好 那這個比如說他的預估值是比較 他算的只比預估值小一點 不過他跟發包費要相比 他還是比較高的 一樣這個比例一樣只是做參考而已 好 那其實有一些市面上的教科書 你比如說這個 這一本洪一萬的這個教科書 1993年他曾經 這是從他書抓出來的 他把一些倉庫學校事務室 店鋪 這還有店鋪 劇場 銀行 因為每一種就是工程類型 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特別像我們常常會比較關注 像EAN EAN的每坪的單價就高很多 那不一樣的這種工程類型 他的百分比 他曾經在他的書做了一個比例 你把他加起來應該是百分之百 這都是直接工程的費用 直接工程的費用 好 那這個是2009也有一位作者 把這個他大台北地區住宅大樓 他把87年到93年這些 他去做了一個比較 做了一個 把這些加起來一樣是百分之百 我這個有把他算過 他加起來百分之百 分佈範圍應該是他當初 這些案例的分佈範圍 不過我上次有提醒各位就是說 因為我在書上看到有一些 業界人士在把他做 你看87年叫93年 不到大概16年對不對 16年之間的物價每一年差異蠻大 就是說他當初有沒有去考慮到這個 有沒有時間的因素 把那個什麼 營建物價指數把它 應該是有了 不過你為了 我要記得這個 你必須要把它反映到 比如說反映到大家都同一年的 營建物價指數的時候 你才能去做這些計算 要不然會失真 那個數值會失真 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些 業界這個地方會舒服掉 好,那剛才百分比法 第二個叫做主向基礎法 那主向基礎法分成兩個部分 我們一樣看歷史 大家會比較清楚 一個叫做主要工程基礎法 主要工程基礎法 那一樣他用過去某辦公大樓的 這個桃園市的某辦公大樓工程 叫做B工程來推估MDL A工程 那這個主要工程 這個主要他叫主要工程基礎法 他的意思是說 這是A工程 這個MDL他的主要工程基礎法 就是主要當初這個工程 主要工程項目是基礎工程 結構體工程、裝修工程 這三個大項 這三個大項 這是A工程 那他就花一點時間把這三個大項 這三個大項 那比如說結構體 包括混凝土、磨板、鋼筋 裝修包括外牆、內牆、地平粉、砂、平底、天花板 這些他去把它算出來 這個去花一點時間去把它算 假設他算出來 這是A工程 一、兩千八百多萬 這是A工程 那B工程 B工程 B工程的一樣 他是用他的這個主要工程基礎法 一樣 剛才是基礎工程、結構體工程、裝修 這是B工程這已經做完了 他把他的資料抓出來 基礎工程、結構體、裝修 把這三者全部加起來是 比如說兩億四千、四百、七十四萬 對不對 他的意思說 這個是主要工程基礎法 對不對 主要工程項目 這是這三大項 這三大項的經費 二、四、四、七、四、八 佔全部 他是他放在分母 佔這個B工程 當初的總工程經費 四億九千、一百多萬 佔了一個比例 所以總B工程的總工程經費 除以這個B工程的主要項目的成本 這樣的費用 這個比例是2.01 理解嗎? 你如果要把它相反也可以 不過好像大家習慣用這樣的一個比例 用這樣 全部的費用 B工程的費用 除以他主要B工程、主要項目的費用 這樣的一個比例2.01 預計說主要工程基礎法 它跟全部的工程經費 它的這樣的一個比例 這樣的一個比例2.01 這個比例在 這個是B工程 在A工程也可以接受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A工程可以接受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的比例 你看這個2.01是什麼意思? 2.01就是B工程的總工程經費 除以B工程的主要工程基礎 這個三個項目 那它等於2.01等於2.01等於A工程的總經費 對不對? 這2.01就是這個是 意思說B工程總工程經費 除以這個B工程主要項目那三項的費用 這樣理解沒有? 然後交到相成 那A工程總工程經費 所以A工程總工程經費 所以A工程總工程經費 這個是A工程的三個項目 這其實你把它移到這底下就是剛才那個交到相成 對不對? 這樣OK嗎? 那這個就是說那個比例你是可以接受 那它預估出來就是2億5千7百多萬 那一樣的 然後這個有一個跟當初的實際值做一個比較 那一樣的就是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那你說一樣在初步設計階段 你要花多少時間去算這個對不對? 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算用它的方法 可是一樣的我剛才講一樣的意思說 其實這些結構底工程、裝修工程、基礎工程 你如果過去歷史資料做也不做 這個三項還是可以做預估的 對不對? 從過去歷史資料來預估這三個值 三個值 假設這三項這個資料你覺得還滿新來 用預估這三個值 然後去把這個A工程就可以算出來 那B工程那是固定的對不對? 就你找到歷史資料 然後就直接可以用這樣去預估 而不需要花 因為你這個階段 我說初步設計階段要花很多時間去估算這個 其實這個不準度是滿高的 那你又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算這個 這個也不容易 你用BIM也不容易 對不對? 這時候要怎麼BIM? 對不對? 這個不容易 不容易BIM 不過不容易 所以那個誰的研究要做這個 就是要想一個辦法 這時候BIM就進來 那我只是跟你講 我自己在做有一些研究 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 我自己在學術上做研究 這個方法也用過 主要工程基礎法 你怎麼 可是我們因為在這個階段 你要預估這些值不容易 因為連土都很粗糙 對不對? 你要怎麼去算這個 是不太容易 不過你 那我們這個值變成去預測 預測就用過去歷史資料 歷史資料去預測這些值 預測這些值 然後當然就會 那這兩個階段預測 先預測這個值對不對? 然後再用2.01 剛才那個值也是預測的 對不對? 用過去歷史 那有人就會去質疑 這個你幹嘛不一次 就是你既然可以預測三樣 你其他就統統把它算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這也是 那有時候學術界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就要看 有沒有各種方法 搞不好是怎麼樣的組合 它會算得比較準 算得比較準 這個是我們有時候在 你會看到學術界 在發展一些新的估算方法 會把過去的一些方法 做一些展合 或者混合 這樣來看看 試看看 各個領域都會這樣子 有沒有? 那個治療癌症 那個AIDS 肌尾九條法 有沒有? 有聽過嗎? 肌尾九條法 這個報紙有寫過啊 對不對? 肌尾九條法 就應該這種類似這種概念 各個領域都是這樣 好,那這個就是 剛才是主要工程基礎 接下來就一樣 主項基礎法還有一個叫主要材料 主要工程項目嘛 另外一個叫主要材料 那他顧名思義就是說 他一個工程 他一樣用一個B工程 推估Endier A工程 顧名思義這是A工程 就是Endier這些工程 主要材料就是我們當初主要材料 因為是那個辦公室大 是R-C工程 鋼筋 是鋼筋、磨板、混凝土 他就是他把他主要材料去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當然是更不容易了 對不對? 更不容易 就是你要怎麼去 就是直接在這個階段就要把它算出來 可是這個你如果從歷史資料去預估 其實還蠻多人會去建立這樣的歷史資料 一個工程的鋼筋是哪一種鋼筋 他是多少噸其實做完他們都會去統計 做歷史資料 所以意思說你假設有過去的歷史資料 那每坪對不對? 就是樓地板面積 你除以當初的樓地板面積 你就每坪或每平方公尺多少鋼筋 多少磨板、多少混凝土 其實這歷史資料大概很多人是有的 那今天你一個新的案子 你知道你要的樓地板面積嗎?對不對? 你就把當初的歷史單價拿過來去乘以新的 那在這個階段 這些紙也可以考慮用那一種方式去算出來 不過不管怎樣 他意思說你只要把這個主要材料 這是A工程的主要材料的這個費用 你假設算出來是10400多萬 那這是B工程的當初的主要材料的費用 這個是1700多萬 這個規模看起來有點差距 然後這是當初B工程的總工程經費 一樣是那個比例對不對? B工程總工程經費 除以B工程的主要材料的費用 它佔的比例是2.3 佔的比例是2.3 假設這個B工程這2.3的比例 是可以套用到我們這個A工程 因為它我們覺得它的案子類似 那這個2.3去乘以這個A工程 就是我們先算完的這個主要材料 鋼筋模板混凝土的費用 假設這個比例2.3 B工程這2.3的比例我們可以接受 去乘以2.3就可以預估 我們這個A工程的總工程經費 2億4千100多萬 這樣可以嗎? 好,這是主向基礎法 這有兩個部分 剛才談主向基礎法 其實在國外也有類似的做法 這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這個他們叫component ratios 這樣國外的做法 只是我們國內翻譯做主向基礎法 那它國外有很多 這component就是主要的成分 主要項目的意思 它的比例 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比如說它這裡 這本書它有提到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假設這個 某一個這個是400萬 這是A工程 我們去估算一個 就是剛才類似主要的項目那樣的成本 假設A工程 你估算那主要項目是400萬 那如果過去歷史資料 談到這個比例4.5 就類似剛才2.01那樣的比例 那你現在你預估的總成本是多少 你可以這個400萬 乘以這個4.5 這就是我們預估的 在國外也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不過它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可能有一些是把它用主 假設是主要的設備 有沒有大項的設備 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叫做因素估價法 那這在國外也有談到 那我們一樣看例子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一樣用過去的B工程來推估MDL A工程 那這個因素 這個它叫做因素估價法 它把它用這個名稱 它跟剛才的百分比法基本上是類似 可是它有一個差別 主要的差別是說 剛才的觀念都一樣 主要差別那個比例 它那個比例是用 它建議用大項的 比如說結構體結0結構體工程 這是過去 這是過去B工程 假設以結構體這個工程 這個項目當作百分之百 就是一的意思 其他工程 其他的直接 它還是針對直接工程的部分 其他的這個直接工程這些項目 它跟這個結構體工程 它可以找到一個比例 對不對 假設這個結構體是百分之百 其他的比例怎麼來 就是交叉相乘 比如說這個假設工程 這個0.092就是百分之9.2 百分之9.72% 這個比例是怎麼來 這是百分之百 這百分之9.72%是怎麼來 這是交叉相乘 對不對 這樣OK嗎? 每一項都交叉相乘 所以它加起來不會為百分之百 對不對 它都是依照這個 跟剛才百分比法是不一樣 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個是以某一項為當作百分之百 其他跟它對應的比例是多少 OK 好 那這是B工程 假設這樣的比例 我們是可以接受 你套用到A工程 我們把剛才那個比例全部抓過來 對不對? B工程那個比例全部抓過來 那假設一樣你推估了這個結構體工程 這個A工程的項目 假設你可以推估這一項 其他就是交叉相乘去算那個值 對不對? 這樣OK嗎? OK 其他就是交叉相乘 那交叉相乘一樣 這個直接成本每一項去交叉相乘出來以後 全部的直接工程成本的費用 去乘以這百分之八就是這個利潤 對不對? 那全部的直接工程的費用加上這個利潤 這樣加上這個利潤 乘以這個百分之五這個稅 就是這個稅的錢 所以直接成本 全部的直接成本加上這個利潤 加上這個稅 就是總工程經費 好 好 這個叫做因素估價法 那它一樣它有一個誤差啦 那這個比例各位 誤差的比例各位可以自己參考看看 那百分比法跟因素估價法 一個剛才是全部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另外一個因素估價法 我剛才講的是 比如說米結構工程這個工項 當作百分之百 其他的是這樣去預估 這樣去交叉相乘去算其他的比例 一個是加起來全部百分之百 那它算的答案當然會不一樣 如果你如果把剛才那個值拉過來 答案會不一樣 那基本上什麼時候用百分比法 什麼時候用因素估價法 那交叉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百分比法它全部加了百分之百 意思說你每一項其實都會去用 對不對? 每一項每一個工項你都會去用 所以運用在A工程跟B工程的工程項目 大都相同的時候 或者甚至相同的時候 你可以全部抓過來 這時候用百分比法 另外一個因素估價法 其實它意思說 當A跟B工程很多項目不同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想要推估 A工程的某一些項目 你利用B工程那一些 你不想要用全部的 你只想要用這個因素估價法 你只想要某一項 某幾項 跟結構體的比例 你認為它可能可以信賴 你想要把它抓過來用 你不是全部都要拿過來用 這時候可能比較適合因素估價法 那理解嗎? OK 這是他教科書提醒這兩個方法 用的時候有這種情況 好 那第四個是這樣 第四個是有人叫Pert Pert的就是各位在修進度那一門課 有一個叫Pert的就是P是Program Program 這個E是Evaluation 那R是Review Technic 這個叫Pert 這個叫就是 叫什麼 它國內好像叫做什麼技術平和法 還是什麼之類 或者計劃平和速 計劃平和速 叫Pert 那一般這個字眼我們在進度的圖會去講到 那有人會去談你會聽到Pert的就是Pert網圖 其實就是CPM網圖 我講CPM管理學應該也知道 結構組知道嗎? 結構組CPM 要進法 有聽過 要進法 要進法就是你到業界看一個工程進度 那個進度 進度表其實都是要進法去算 要進網圖有看過嗎?也都沒有 你改天要去看 因為你到現場 改天你們到那個進場 你的進度網圖給我看一下 我們所有的工程都會有一個進度網圖 來掌控這個工程的進度 掌控這個 那你也可以 叫他拿出來看一下看那個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基本上Pert 那有人就會用在那個在國內 就會用到說Pert的網圖 其實我們認為是不對的 其實Pert你如果修真老師的課 他其實在談另外一個東西 在談有一點機率的東西 那其實在教育書我們都叫CPM網圖 CPM網圖 要進這個網圖 可是為什麼國內我們 我以前也跟鄭老師談過 因為我們教育書在國外 我們都是談CPM網圖 為什麼國內也叫Pert圖 後來我們發現那個P3 那個進度那個軟體 就是那個Primavera Mera Vera 是不是P3 我們就叫那一套軟體 我們常用的 那一套軟體 好像他也用叫做Pert網圖 進而導致大家的國內 因為我剛回國的時候 看到人家工程合約 Pert網圖 台灣這麼先進 現在已經用Pert網圖 你去修真老師的課 你就會發現沒有Pert在進度上談的是 另外一個機率的東西 可是我們實務上其實是沒有 另外一個有教育書在談 就是叫加全平均估算 不過不管怎樣 為什麼他用Pert 未來你就會去看的時候 因為這個六分之A加4B加C的意思 A就是我們以前用就是 比如說我們用單價法的時候 我們把過去每一平方公尺多少錢 我們把過去十個案子、二十個案子 我們就做一個平均 其實那是平均單價 對不對 我們用過去歷史資料 我們用單價法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用 用平均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X也當作一個單價 我們要用過去歷史資料的單價法來用 可是我們在取的時候 我們是用六分之A A是過去那十個案子最小的單價 C是最大的那個單價 B B就是他B叫平均單價 可是我們在學術上叫最可能單價 most likely 就是最可能單價 六分之A加4B加C 算出來我們叫做期望單價 在統計上我們叫期望 期望值有沒有 那個期望單價 這樣理解嗎? 這個就是我們在用過去歷史資料的時候 我們用這樣的比較有統計的根據 而不是只是把它平均 用六分之A加4B加C 這樣來用期望單價 來用單價分價 然後這個X就是我們的單價法 來推估到新的案子 這樣OK嗎? 你說為什麼會六分之A加4B加C 因為你如果 你如果到曾老師到時候那個Per的課 看過 這麼粗的分比 我都沒有用過 來用一次看看 那其實它是假設 它是假設 你如果看曾老師它那個 它是假設 我們統計學上有一個叫Beta分佈對不對? Beta分佈 這樣理解嗎? 其實它基本上這樣的一個 這個什麼 期望值 它其實背後一個假設 說你過去歷史資料 可能follow一個Beta的分佈 你如果看曾老師的課 其實這個不一定只有 你說為什麼六? 那麼其實好像3.2到6還是到7之間 看看這個分佈會影響它的曲線的形狀 這樣理解嗎? 那有人基本上認為就是說 Duration就是時間 供期 每一個作業的供期 用Beta分佈還滿適切的 可是在成本 成本的方面 好像還沒有人做出這樣的結論 成本的方面好像Beta分佈倒沒有人提 有一個分佈叫LogNormal LogNormal的這種常態分佈 我好像比較有去談過 好 不過不管怎樣 這樣理解它X的意思嗎? 期望單價 好 那其實你看這個在國外也有這樣的資訊 它也把你比如說辦公、建築、旅館 你看基礎、本地這些工程的分項 它去把這個所謂最低值、最高值 或者這個中間值 中間值 那剛才我說我們一般叫most likely 最可能值 什麼叫最可能值? 就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那個 叫最可能值 那它比如說它把它當作中間值 你看旅館它也是有這樣子 意思說你看這個在國外其實也有人做這樣的統計 那你自己你如果未來到業界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這些都可以做 好 那這裡沒有這個林秉毅 這個學長他一樣 他把過去三個案例 三個案例 B、D、E來推估NDL 他來試看看 他這個過去的等於是 過去的三個工程 他想要試看看 他比如說最低的那個單價 過去B工程的單價是最低 E工程的是最高 然後他把它全部平均起來 當作這個B 六分之A加4B加C 這個A是最小的 這個C是最高的 這個平均他把它當作這個B 然後去算 E4變成E4524 這個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平均單價 或者統計上的期望單價 他把這個過去 根據過去這個三個案例 所算出來的期望單價 假設這個期望單價 或者平均單價 可以應用到這個A工程 E4524乘A工程 我們的樓地板面積 這樣可以嗎? 來去預估這個新的案子 好,這個是這四個方法 OK嗎? 初步設計階段 那估算案例的比較 這是之前有一位學長 也是我們西上 我們組上的學長 好,那他一樣要推估A工程 當初有一個作業就是說 我請他去說 你去試過去這些我們交過的方法 好,他找到了一個A工程 就是說他想要預測的 他有總樓地板面積 還有他的體積 這個過去的B工程 他拿某另外一個案子 想要去預測A 想要去預測A 然後他也有樓地板面積 還有這個建物 他當初B工程的造價 所以他用B工程去推估A工程 他的可能成本 他會選擇B工程來推估A 因為兩個工程他其實 他有談到說 他的造價都差不多 工程規模差不多 都是八到九樓層的RC工程 他這個都是光電廠 都是在新竹桃園地區 可能地區性的會比較接近一點 開工時間相當 所以他意思是說 這個營建物價指數 可能不會影響很大 等級相當 都是甲級營造場 他當初的作業是要他試算看看 要運用一下這些方法 到底做的情況怎麼樣 他當初用的方法 一個叫單位基準法裡面的單位面積法 單位面積法 這是A工程的樓地板面積 要預估A A工程的樓地板面積 那B工程的單價 就是B工程的總經費 除以他的樓地板面積 這是B工程的單價 所以他預測出來 用單位面積法 預測出來 是2億9千200多萬 可是他當初他們那個案子簽約的 金額到2億8千多萬 所以意思是說 預估的比較高 如果這個是準確 如果是準確的話 因為他們跟人家簽約比較 是經費比較少 就預估真正要花的錢比較高 所以如果是真的 他當初的分析說 如果預估真的是這樣比較準 所以他可能會虧損 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這樣 虧損的比例大概2.36% 那這是他自己的論述 因為那位學長是在 業界也是在營造場很多年 那他認為單位面積法是最廣泛 確實我們看到是這樣 廣泛的概括方式 只要月列知道 建築形式 廠房或辦公大佬 或者名載是RC或SRC 他的基礎形式 他開挖深度 他大概就可以估算每平的單價 就是總價 那意思是說 把相同類似的歷史單價放在一起 歷史資料放在一起來預估這樣 然後他認為他在這個案子 如果用單位面積法 他就要虧損600多萬 如果這個單當初是這樣 預估是準確的 他意思是說他們可能要去考慮怎麼修正這個成本係數 什麼叫修正成本係數 是他的意思是說 在有一些成本的支出上 他們就要比較節省一點 來去把這個東西彌補出來 意思是說假設預估這個是準 可是他們跟人家簽約是這樣子 那為了達到在這個合約內完成這些工程項目 他當然在很多項目他可能不能花那麼多錢 他也用單位體積法 他一樣把過去這個B工程的體積 然後這是每立方公尺分支他的總工程經費 所以他知道每立方公尺的單價是多少 然後去乘以這個A工程的體積 所以他預估出來兩億8500多萬 兩億8500多萬比他的合約金額小了 是比較小 如果用單位面積法他會賠錢 單位體積法他還有一點英語 二十三萬五千 那他認為他說他覺得單位體積法 因為單位體積法我們當初在談的時候 是在概念可行性階段對不對 那他認為說單位體積法是不是應該放在初色階段 細色應該可能也不適宜 因為細色可能即使你放在細色 你只是參考用的 因為細色大概已經相關的圖書都有 那他認為至少可能要放在初色 因為那時候的建築設計在概念可行性階段 可能有一些外型都還沒有定案 所以他意思說你要算這些體積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體積容積還在法規檢討 那他認為在概念可行性階段 直接用這樣的體積算應該比較影響會比較 雖然這個蠻接近 他認為會影響蠻大 因為跟結構物的材質這些都會影響造價 所以雖然他認為說答案比較接近 可是他覺得放在初步設計應該會比較強 那他也用了初步設計的主向基礎法 主向基礎法去算他把這個主要結構體的部分 當然這個是他把他當初的資料抓出來 然後這裡有一個比例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2.01或2.03那個比例 對不對?B工程那一個 然後這個A工程的主向主要工程的 他算的費用 他預估出來是2億7300多萬 當然這個也是盈餘的 可是他認為這主要工程基礎法 這就是主向基礎法裡面的主要工程基礎法 他認為落差比較大 風險比較不確定 那因為只有結構體而已 他就要去推估整個案子 他認為因為他認為每一個案子的其他結構體之外的工程 一些項目其實差異還滿大 他認為這樣比例直接用過來 他個人認為是這個差距應該是 這種方法應該風險比較高 可是老實說根據我們過去我們自己的實驗 這有時候要看你歷史的資料 或者相似不相似 我們的經驗用主向基礎法在用的時候 也不見得 也不見得說他一定會誤差比較大 一定會誤差比較大 好 那他把這三個做一個 比如說單位面積的做一個比較 這個單位面積法在這個兩個 兩個B推估到A工程這個案例上面 單位面積法是負的2.36%這個誤差 單位體積法很接近正的0.08% 主向基礎法是4.5% 不過這些數字其實應該都只是參考 那以前也有學長他自己的心得是這樣 他自己的心得是這樣 他用的就是他談到單位面積法 你如果單位面積法 因為他只考慮樓地板面積 沒有考慮樓高 那甚至當初我們有提到柱間法 有沒有 單位柱間法 沒有考慮這些 就是他柱子之間就是這個面積的大小 可能會忽略掉一些牆這些 他也提到說如果沒有考慮樓高 因為你到科技廠房去看 你如果因為科技廠房到了一樓 因為他要讓人家覺得很宏觀 宏偉 要三層樓高 三層樓高那些結構體的強度就要高 結構的強度要高 這些柱子的尺寸 這些可能就要大 所以他的成本就會高 所以他認為說沒有考慮樓高 樓高相近的時候不大 可是樓高差距大的時候 他認為就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那當然你用單位面積法一樣 你如果在推估高科技廠房的時候 你就應該用高科技廠房的歷史資料 你就不要用我們學校工程 對不對 所以也許也可以反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單位設備法 單位設備法 大家當初還記得嗎 就是劇院的位子數對不對 收容所的人數 這叫單位設備法 他還提到說他們當初用的經驗是 各層空間使用的目的應該相同 你如果用單位設備的話 以房間作為設備時候 房間的單價 應能計算出結構裝修的真正單價 他至於他們當初的經驗是這樣 不過他每一個專案或業主 對工法材料的選擇差也很大 有時候即使東西一樣 可是大家工法不一樣 所謂工法 有一些我們用現場用吊車 有一些是用塔式吊車 塔式吊車 有沒有 屋頂上面那樣吊車 那成本不一樣 有時候看大家的習慣 有些營造廠的習慣不一樣 好 這是 這一個案例 只是給各位參考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細部設計階段 那細部設計階段 我們這一個部分的土鑑工程資料 其實是上學期的 那因為有一些同學就是沒有上過 我們這個部分再講一次 好 細部設計階段 意思是說你從初步設計 理論上你已經決定一個方案了 對不對 這個階段你已經決定一個方案 那往這個方案開始做細部設計了 那大量的這時候 建物師大量的這些人力就會投入 那他就 所謂細部設計就 他必須最後 細部設計最後的結果就是要有設計的圖縮 設計圖都很詳細的 設計圖 他這些最後的成果必須要拿去招標 找營造公司來做 他的最後的成果是必須要做到那個層面 那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就是建物師他就會去針對那一個方案 就花很多時間 然後看看他的結構 那一般建物師其實也是 他的一般工人建物師事務所 他基本上還是以設計為主 他基本上他把他的造型 他的空間這些都畫出來以後 有一些結構的部分他就交給結構機師去做 結構機師他就委託 一般就會委託外面的結構機師事務所 結構像我們同學 你要去開結構機師事務所的時候 就委託他們去做 這些經費其實都是在 建物師委託結構機師這些錢 都是算在我剛才講 比如說一開始講 比如說今天未來 建物師的費用是4%對不對 4% 那個都算在那個4%裡面 這樣理解嗎? 意思說建物師今天是從那4%他拿錢出來 再委託出去 等於發小包的意思 建物師也是發小包 這樣理解嗎? 那測量委託測量機師 還有大地機師 什麼師他都是發小包 那建物師他主要的專業還是在他的設計 不過一般建物師事務所 我們大的建物師事務所 裡面都還有估算部門 估算部門 可是我們一般他們在實務上 他們叫估算部門 他們叫公務部 未來各位你念營建管理畢業以後 就是或者 就是公務的單位 部門 你比較會去這個 公務是什麼? 合約管理、進度管理、品質管理 這些都是在公務 我們都叫實務上的公務 這個有沒有? 顧宴計價、成本管理 這些通通是叫公務部 未來你如果到業界工作的時候 你大概會去 那當然就是結構機師 你可能這個你就不叫 你可能叫設計部門 你如果到 比如說你到顧問公司 你可能就到這個設計部門 你如果找的是設計 你就會到另外一個叫設計部門 可是你如果結構的背景 你如果今天營造廠聘請你 你可能也會到公務部 只是你的專長是在結構 那你會做什麼? 公務部 你會做什麼呢? 你如果你是結構組 同學畢業 你以後到營造廠到現場去工作 然後他們顧你 你到現場也會到這個 你們其實到現場就在做公務 可是你可能被要求負責了 因為你結構方面比較強 你會要求說 這個我們今天假設這個是R系工程 他可能負責 鋼筋你負責 鋼筋這個工程項目你負責 什麼叫你負責? 不是叫你綁 因為他營造廠還是把鋼筋工程 分包再委託發小包 大家都發小包 發小包下去 就是發小包下去到鋼筋的協力廠商 所以你就在管鋼筋工程 這個小包商是你管的 管什麼呢? 管他現場有沒有按照圖施工? 他現場有沒有按圖施工? 管他的進料鋼筋的進料 管他有沒有確實 你幫忙去點 你是營造廠的工人是在管 然後管什麼? 管這鋼筋工程的進度 管這鋼筋工程的固醃器下 管這鋼筋工程的品質 你是結構的背景 所以你還是會再公布 這樣理解嗎? 那銀管部 銀管你主要負責 就是其實大家到業界以後 常常說你哪一組都一樣 哪一組都是一樣 哪一組都有 你到現場 只是你哪一個比較專業 你可能 我剛才講結構組可能在做哪 那銀管組進度可能 進度排成可能是你負責 有沒有? 成本估算可能是你負責 對不對? 品質這些管理可能也是你負責 那當然有可能叫你負責鋼金 也會啊 為什麼? 你大學修過鋼金的課 有沒有? 鋼金工作你還是懂啊 理解嗎? 我們是無所不能 對,我們銀建管理被當作是無所不能 對,真的是無所不能 好,那這個階段 我說這個階段 我們就是要弄出一個最後一個 細部設計階段 最後一個 這時候最後的錢 就是我們所謂的發包預算 那這個時候 我說我們實務上在土木工程 我們基本上都是用單價分析法 單價分析法 單價分析法 那意思說我們把一個工程切到很細 每一個工程項目切 總表、相細表、單價分析法 切到很細 假設我們知道很細以後 每一個項目的這個數量 到底多少 混凝土多少立方 每一個項目乘以它的單價 這個項目 這個是項目乘以這個單價 這個等於是數量 數量乘以單價 數量乘以單價 這加乘起來就是負價 我們叫負價對不對? 這樣理解嗎? 數量乘以單 把這所有項目的負價加起來就是總價 觀念上就是這樣 所以成本最難的公式就是這個對不對? 所以這是成本上最難的公式 那這個問題 其實在這個單價分析法 其實我 這個單價分析法 其實我上一次有提到說 其實到這個階段 其實很清楚可以看出來 成本估算一個是數量的問題 一個是單價的問題 對不對? 數量的問題 一個是單價的問題 那數量的問題就是算得準不準 就是各位上級幾代 有沒有 我們在用軟體去算數量 到底或者結構組他們在裡面 那些鋼筋、紋泥土、模板這些 怎麼去算數量 就是它準不準的問題 對不對? 那是準不準的問題 實物上碰到的問題是準不準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單價 到底你用的單價是不是當的問題? 但是單價在我們在 實物上在用一種叫做統計法 或者有人叫平均法 那就是用歷史資料 過去的歷史資料 我們把這個混凝土一例方 大概是多少錢 對不對? 我們把過去相同的案例做一個 比如說平均 意思說它用平均 或者你想要用比較好一點 你說期望值 期望單價 另外一個是什麼? A加4B加C 剛才我講的 那期望單價 然後這種in-house 不過它基本上都是用統計的方式 另外一個叫detail 它的意思是說引用法就是說 某一項的單價你就直接去仿價 你去做仿價 或者它所以它就vendor quotation 就是廠商的報價 或者這些工藝商的catalog 它叫目錄 那目錄 那它目錄有 在實物上 你會聽到一個名字叫排價 有沒有? 排子的排、發牌的排 排價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是給你看這個價錢多少 其實它還是可以再往下 算你多少 有沒有? 可以打折的 這樣理解嗎? 那這個目錄你看到的是排價 那這個儀 不過不管怎樣 引用法 一個你跟直接廠商 請它報價 或者你看人家的目錄 這種引用法 另外一個叫成本分析法 我們記得我們當初講過就是說 比如說機裝 機裝一支 或機裝一公尺多少錢 我們就把這個工程的所有的機裝 我們就乾脆花時間把它算起來 全部把它100根機裝 我們到底要需要多少人力 人、人力、機具、材料 我們乾脆全部花一點時間把它算起來 算起來再除以 比如說我們要算一根單價是多少錢 我們就再除以100根 就知道一根單價是多少錢 這樣理解嗎? 這個叫成本分析法 就我們把這個項目 我們要算單價 我們乾脆就花時間把它算出來 那以前我說 什麼時候用成本分析法 一般來講 這個項目可能我們的單價我們沒有 我們很少 比如說我當初舉的例子是精華層對不對? 精華層那個圓的對不對? 模板 它模板每一平方的單價 因為它遠的很少 可是它模板的數量又非常多 所以這個單價是蠻重要 所謂蠻重要 就是說到底單價是多少比較合理 它可能需要 它不是隨便用一個單價 因為面積它佔的金額大 所以它乾脆花一點時間把它評估看看多少 那這時候花評估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這個單價你如果算得比較準 那你在做估價也會比較準 對不對? 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以後施工的時候 假設因為這個單價可能會用到施工階段 你這個單價如果不準 因為以後萬一變更設計的時候 假設那個單價因為數量又很多 而且那個單價可能又金額比較高 如果數量不準 可能那個單價不準 可能會導致未來的爭議會比較多 對不對? 比如說我所謂爭議就是說 我變更設計 我要少一塊 那到底要減多少錢? 我要加一塊 我到底又要加多少錢? 好,這是 這是我們一般的一些 這個階段 我們單價分析法 那這個階段要去做成本估算 基本上剛才的邏輯是 把一個工程切成很多成本項目 每一個項目的數量做數量計算 quantity take-off 數量去計算 數量計算 然後單價 這個就是單價 你找到每一個單價 單價乘以 你找到單價乘以 這單價乘以數量就是它的副價 對不對? 這個item cost 就是它的副價 那這個副價把它加起來 全部就是叫一個總價 這個叫總價 基本上在做成本估算的一個方法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土建工程 看一般成本估算 這一張就是我們一般 其實在我們國內 這土建工程大概長的樣子是這樣子 可是積電工程其實也類似 我只是很快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談積電工程 我先講一下土建工程我們一般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講的例子 這土建工程上面是直接成本 有沒有 一、二從結構工程 這個叫排水工程 交通工程 造明工程 它這個例子 這上面叫直接成本 對不對? 這叫總表 詳細表 單價分析表 這個是所有的工程 大概都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直接成本 這個是總表 所以當初我說 剛才有講的一式 對不對? 單位數量一 單價跟副價是一樣 因為單價乘以數量等於副價 好 這個直接成本 所有的直接成本的總費用 兩億三千八百多萬 比如說這個例子 那這個間接成本 包括保險費、品管費、勞安這些 到最後這些直接成本 這些費用 理論上你可以直接給 或者你用一個比例 如果用一個比例是 直接成本所有的費用 就是兩億三千八百多萬 乘以百分之一 假設 他這裡寫百分之一的意思 的話 所以這個錢 這百分之一 就是這個 你知道的保險費 所以每一項 有一些比例 比例是指 這一個乘以那個比例 那當然有一些 他就是 我說直接給 直接給 那稅的部分 就是 直接成本 這個兩億三千八百多萬 加上每一項這些間接成本 加完以後 再乘以百分之五 才是這個稅 對不對 那當然空屋 空屋 好像也有人拿到外面 在稅之外 另外去算 那 不過基本上 然後加完這個稅 所以 直接成本加間接成本 然後加上這個稅 才是總成本 那這個詳細表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 這個結構工程 那我們就把結構工程拉下來 這個 這一個就是 當初這個五千一百七十三萬七千多 這個到底怎麼算的 它在詳細表去呈現 那這詳細表結構工程 它就包括 比如說這裡 包括到39項 從跨幅1到39 這個39項 39個工程項目 每一個有它的單位 比如說這個 瀝氫、混凝土、鋪塞 單位是米平方 數量 有它的數量 它算出來的數量 計算它的數量 它的單價 130 然後單數量乘以單價 就是它的副價 副價所有全部加起來 就是這個 五一七三七 這個 這個結構體工程的數字 五一七三七 三六七 這樣的 所以這個五一七三七 三六七 是這麼來的 可以嗎? 這個是詳細表 所以每一項都有拉出來一個詳細表 然後這個詳細表 比如說 這詳細表這個單價 比如說這個瀝氫、混凝土及鋪塞 這個單價是130 它每一平方公尺130 到底怎麼算的呢? 它就要到單價分析表 去把它單價分析表 其實這個鋪塞 其實基本上就是它人積料 它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工人、機具、材料 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費用 然後去算 這個一樣 去算最後這個一平方公尺等於130 是怎麼來的 這樣理解嗎? 好 那這些到時候很多工程 這些到時候我們早期這些工程 這個總表、詳細表、單價分析表 都會放到合約的附件 都一定 那現在我們聽到有一些實務上案例 大家不願意把單價分析表放進去 因為單價分析表其實是說 理論上單價分析表會用到 在工程在執行的時候 萬一說這個工程有變更設計的時候 到底這一平方公單價多少 這時候其實大家就會拿這個來討論 拿這個來討論 那可是在實務上 大家有時候現在為什麼不太用 不太放 我們看到很多案子不太用 因為這裡有很多人積料 對不對? 因為實務上因為早期大家用 其實大家會很真的 進入世衛真的 設計單位很認真去說 這個工程的單價是多少 它人、什麼機具、材料 會很清楚去算嗎? 不會 它可能是去哪個地方去引用說 這個混凝土及鋪設在過去某一個案子 或某一個單位它有這個單價分析表 我就直接把它抓過來 因為這個單價非常多 上百項、上千項都有 所以它不可能每一項去做 所以它就把它拿過來用 對不對? 因為拿過來用在現場施工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問題 就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它當初在某一個工程上 或某一個單位他們的這個單價分析表 人積料這些數字 今天這個工程 我這個工程某一項是沒有的 我現在這個工程這一項我是沒有的 或者是說 你這個當初單價分析表裡面沒有哪一項 可是我這個工程要 要用到 可是你沒有 那怎樣? 加錢 對不對? 變更設計 追加 求償 可是後來大家的廠商越來越聰明 這個東西當家分析表 當初這個案子 案子你沒有這項 你合約上沒有這項 可是我們現在你要我做這項 某一個項目 請給我錢 所以後來很多業主也聰明了 因為很多爭議 那我們不要放了 這一層不要放 我們只放到這一層 那單價多少? 你說單價130 所有的該做完成這個項目 通通在這一項裡面 通通在這一項裡面 這樣理解嗎? 我們看看書上做 不過不管怎樣 從一個估算的角度 它要總表、詳細表、單價分析表 這是一般土建工程 基本上基建工程 其實也有類似概念 可是呈現方式不是很一樣 這是剛才我們講土建工程 你如果有興趣 這是1 2b這樣的一個項目的磚塊 比如說它每平方公尺 這是多少錢? 那它比如說它有人基料 它有人 這個是它叫技術工 也有小工 技術工可能就是要有點技術 小工可能就是打打零工 那一次 不需要什麼特別技術 就是這些人 基具 這裡沒有基具 因為這個是 這個就是鐵磚 那個什麼? 氣磚對不對? 這個氣磚 我們現在隔間牆 或者一些你結構強度 或者我們隔間牆幾乎都是用氣磚 如果要 當然現在很多用那個叫做輕隔間 輕隔間 輕隔間 我們叫你在實物上你會聽到 叫乾式施工法 乾式不用水 那這個氣磚就要水了 濕 濕會濕掉的是weight 理解嗎? 那我們國內現在大部分都用乾式施工法 那氣磚還是有啦 還是有一些 可是有時候你敲一敲槍壁對不對? 結果發現都是空的 那人基料 那這個沒有基具 材料 那這是一般 比如說氣磚的磚合每一平方公尺 那你比如說紅磚 一平方公尺的紅 這個我們有標準的 標準大小對不對? 比如說它的標準大小是22.2 長、寬、高 假設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我們所謂的高吧 就是寬 不過不管怎樣 假設這個是某一個學者 提到的磚塊的大小 比如說水泥沙漿的厚度 0.8公分等等 那一平方公尺它根據 它考慮它的長寬 就是長跟高的大小還有那個水泥沙漿的厚度 大概一平方公尺 你在一平方公尺大概72個單元 這個大概不會變 對不對?大概不會變 可是這個單價可能會變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一個新的單價分析 這個單價是不是像一塊磚 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漲價 磚要不要漲價? 也漲價對不對? 然後這個沙漿 這可能不太會變 可能它意思說 一平方公尺它需要的沙漿是多少 它去計算 大概是 比如說這個沙漿是 大概是要0.025 0.025 0.025 立方公尺 這個可能不太會變 那一樣沙漿的單價可能會變 對不對? 那計數公 這樣要多 比如說它算說一個計公一天可以棄 這12平方公尺 所以每一平方公尺是0.08個公 那這個可能有變 你認為你的生產效率比較高 對不對? 你可能會14 或者你覺得我們現在的計數公 這一批可能沒有那麼高 你可能會比如說10 所以這個功率是有可能變 對不對? 我只是讓你知道這個單價分析表裡面的單價 不是說每一個工程都應該要一樣 這些是公率是會變 這個72跟0.02可能變的機率不大 可是這個公的公率有沒有? 然後現在的公的價錢 你現在僱用到公有沒有?單價 這是每一個公 比如說就是一天是不是? 這一天嘛 這是一天 兩千二 一天兩千 有一些南部地方好像一千八對不對? 北部可能搞不好三千 還沒有人要做 對不對? 現在很少人要做 像報紙說一些就是契專還是前一陣子 說一個月你做起來大概五、六萬 還是沒有人要做 因為大家覺得辛苦 這個只是跟各位講 有一些功率可能這些單價分析還有這個單價可能會改 可能會改 所以你未來在做估算的時候 因為其實這個130 其實我說它的單價來源其實影響整個成本估算是很大 所以你未來再要看一個工程估算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可能會深入到這個程度 這樣理解嗎? 你看這個工程 這個功率不對啊 那個不對啊 你需要能夠看得出來 需要看得出來 好 這個是 只是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般土建工程大概是這樣 我講土建 我們一般俗叫土木建築 土建我們一般叫土建 那什麼叫土建? 有時候我們會一個建築工程 我們為什麼會叫土建工程 因為有一些像旁邊的水溝 你像建築工程嘛 我們可能會把它歸類叫土木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叫土木的部分 可是這工程又是建築啊 這是建築工程 我們講建築工程 完全叫建築工程不太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書叫土建工程 這是土建工程 我們一般的做法大概是這樣 那這一張表只是把一個細部設計階段 成本估價的一個作業程序 比如說你今天要去 其實這個某一些有困難度 其實對我們而言比較困難就是 我假設給你一份這個施工設計圖 請你估算這個工程要多少錢? 很詳細的 其實最難的我認為是在這個地方 堵土以後你要把它切到這個項目 對不對? 你說這個建築工程堵土以後 你要把它分到這個項目 其實大概這個過程大概是最難 那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實務上是這樣 因為建築工程的大小相似 對不對? 你比如說你是住宅工程 當初你說到底要切到哪一些? 過去歷史資料 對不對? 挑一個不錯的 對不對? 挑一個很類似的 這些就是你可以對應一下這些項目 有這些項目 看一下這些項目跟這個項目有沒有漏掉 有沒有這個大項很明顯 哪一些項目漏掉了? 哪一些項目就漏掉了? 哪一些項目是多的? 這個工程是沒有的 理解嗎? 就幫它卡掉 就幫它卡掉或者加上去 就是你有歷史的東西 其實可以來幫助你來檢驗 來檢驗看看有沒有漏掉 這樣理解嗎? 可是老實說最難的應該是 對我們而言最難的是這一塊 好不好?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相對容易啊 你比如說水壩工程 大概混凝土就佔了多少了 對不對? 其他就是整橋 你說高速公路也沒有幾項 對不對? 每一個斷面都差不多 我們只要study一個斷面 大概就差不多 橋樑、隧道各study一個斷面 對不對? 可是建築圖那好多啊對不對? 非常多了 所以很容易漏掉 很容易漏掉 好 我說這個部分其實在建築工程部分比較難 大家以後要注意 因為這個 你只要漏掉 未來就是會增益 會有一些增益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就是每一個項目你要做數量計算 然後你去看找這個單價 然後去算這個負價 然後把它去檢查這個負價對不對? 這個其實他談到這裡是比較定量的 一些計算 那後面的意思說 他認為就成本估算 其實還是有很多經驗在裡面 那其實所謂的經驗就是 其實最主要的是影響單價的部分 而不是數量 因為數量是很死的 理論上只有你是算對算錯的問題 可是單價的部分就比較複雜了 它有很多經驗在裡面 比如說這個單價有一些經驗的人說 我們可能可以談到可以哪裡 甚至會有景氣的影響對不對? 景氣影響它有經驗的人 也許他比較有機會可以看得 預測出來說 未來的單價到底是會高還是低 沒有經驗的人我們就只能看到目前 可是這個單價影響是蠻大的 影響蠻大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這後面還是有一些經驗的判斷 好,圖鑑OK吧,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進入到基墊的部分 那基墊的部分是這樣 我們念土木建築這一方面 土木,而且我們還是偏土木 還不是建築 我們對基墊是老實說很陌生 可是我說一棟 比如說基礎大樓當初在蓋的時候 至少四分之一甚至到三分之一的部分 都是基墊工程 我們看到了這些管線 埋在後面的管線 包括這些後面的插頭 這些走的路線 其實都是基墊的東西 那我們做圖鑑的人 我們不得不了解 因為我們假設這一面牆 裡面有這些基墊的管線 我們在施作土木的時候 我們施作綁鋼筋綁完一面 我們可能還沒有關掉之前 我們要等基墊先把管線、管路有沒有 先埋進去 要不然我們如果給它交織了它怎麼埋呢? 對不對? 我們又必須要等它 我們必須知道它要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在現場 我說我們在現場跟基墊人員在 就是其實一直 這個就是所謂實物上的界面問題 我們常常要等它 因為樓地板 我們施作完的這個下層鋼筋 樓地板理論上層鋼筋跟下層鋼筋 我們施作完下層鋼筋以後 我們必須等它把管線鋪上去以後 我們上層鋼筋才能上去 對不對? 我們才能去交織 對不對?這樣理解嗎? 我們需要等它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現場就是說 那甚至我們如果土建 我們完全不注意基墊 其實是在現場 就好像我們常常說說 土木建築是一個人體的骨幹 你就把這個骨幹做起來 那基墊就像什麼? 血液 對不對? 血液在裡面 其實非常重要 通常看不見 因為它是很老的 而且之後 你很喜歡 那九層鋼筍 不見 那些紙 是 幸福 可以